反对普丁统治的俄罗斯人 高举象征不要战争 要民主自由的白蓝白旗帜 在德国柏林的俄罗斯大使馆外示威 现场有人排队 等着投下反对普丁的一票 而已故异议人士 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也来投票 现场响起一阵掌声 在一场俄国侨民 有人悼念纳瓦尼的死去 有人举起反战旗帜 更多的人抗议俄国统治权 不断被独裁者普丁给把持 然而像这样侮逆普丁的景象 在俄国内部却很难看到 为期三天的投票一结束 国营的全俄民调研究中心 很快公布出口民调 在这场没有真正反对派候选人 参与的选举 普丁预料拿下87%的选票 正如选前各界预料 普丁连任成功 将一路做到2030年 乌克兰总统赤泽普丁 在占预的乌克兰土地上办选举 已经违反国际法 另外波兰也出来声援乌克兰 说俄国这场选举不合法也不公平 以持续超过两年的乌俄战争 将因为普丁连续执政 带给乌克兰 乃至于北约更沉重的防卫压力 华世新闻无限昌编译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